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我是Saman 来今天玩我们的大牛 哇 天啊 非常的卡 这边的话来用一台大牛 帮我们的那个STB上分 他很久没有出厂了 第一场的话十字远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话环境怎么样? 重型跟重型型 标准,三台,两台,两台 重型坦克要扛线 这边的话,R4两台 一台挂机 希望它们不会去一个A点 去一个A点的话,这场肯定要量哦 他们的T100这边的话,已经来点亮了 重型的话,三台都冲一个里面的位置 这场要赢哦,应该是直接来我们喊进攻 重型这边的话,都去了里面了 然后意大利这边的话,不用怕它 来意大利这边,哎哟大哥你没看见我吗? 来,它们的意大利很像没看见我的样子 进一个装点 4秒钟,我感觉我会被它的那个T100偷袭 对,这边的话很可能 来,先刷你了,硬把它带走吗? 也不是不行哦,来这边的话 不过我要把我的那个,哎哟漂亮 来,我的备用炮弹,备用炮弹不用用 它们的那个T100这边的话,打我打得很开心哦 我们的中轻型这边的话,要上 然后蟋蟀跟T100这边的话,压了旁边的位置 先打它们的那个T57 T57躲去里面了 OK,T57躲的话,我们这边的话,不要打T57 绕下去,我再很多一次进攻 900多的血量了,900多的血量的话撑不久 这台哦,OK哦,这台T100 一直在躲 它后面的话有一台那个什么 对,它后面的话是有一台那个蟋蟀的 蟋蟀很像往前走了 OK,行行行行 来,蟋蟀这边的话往前走 我天哪,你不要回来 我感觉这台蟋蟀的话很像要回来哦 哎呦,大哥我在后面 吓死他了 来这边的话,它被带走了 然后T57的话来 OK,刷它们的T57 我小班STB的话血量很多 然后它的那个T100 OK,T57还在开炮 打不到它的T57 炮控不够 小班那边的话,它的217那边要来了 STB来,我们只能靠这台STB的 T5-7在躲 然后S4被带走了 现在的话来打他们的那个T100 那台T100很会跑 S4这边的话没能敢上来 OK他不敢上来的话我们转场 T100T100还在打 哇我天哪他终于被带走了 这边的话来 三台四台打三台 STB跟那个小伙伴 我们的欧洲线这边的话要美了 剩下217跟S4 哇我天哪 大牛大牛打平价战的话还蛮辛苦 这边的话装填装填非常的满 OK来S4还把人带走 然后STB这边的话 血量非常的足 OK把他的这一台带走 我们来打他们的那个S4 刷他刷他 OKOK漂亮 超难玩来第一场的话靠这运气取胜了 我们的STB跟卸底灯存活 他们的那个T100这边的话 OK全程都在跑 达了2800多的伤害 我看一下这台T100 OK非常的滑头 玩得很好 发现零补助500 达了2800 加了一个19分 哇我天哪 极限的超难玩来 第二场看一下 还有没有这么好运气哦 今天的话来上的是一台大牛 非常久没上场了 不过今天没用那个传奇迷彩 用的是一个普通的 上次法老王拿到的那个 暗黑迷彩哦 我这边的话只拿到两个 一个在他身上 然后另外一个在9001的身上 第二场的话是米尔丹 哎呦我天哪 每天每天都看得见 没买装备的蟋蟀 1700的血量 这个的话比较 这个就糟糕了 蟋蟀没买装备 我们这边的话来赌看看 看他们的那个对面 会不会也没有买装备 还有 150那边的话点亮 217跟我压 OK 我配合217压的话 基本上可以压出一波 不错的154 就看他们的坦克 有多少台充了 百兔跟183的话 应该不太会充 这台183难说 PYT工会的183 会玩的哦 50TB 来先过去 先看能不能 不要被抓过路费的过去 OK不行 还是被他们的蟋蟀灯抓了一炮 然后哎呀我天哪 217 217这边 我们的150 完了来这边的话 150完全是没有什么点到人 然后他们的小班这边的话 175过来了 这台这套 哎他们的175很乱来 为什么要这样玩 哎呦我天 哎大哥 OK来行 我本来不想要开这一套 来没办法 哎没人处理得了他哦 这边的话 哎掉了一堆的血 我们的217这边的话 掉了更多的血 183在架枪 所以这台183肯定在架枪 我们这边的话要等 不要被他们的那个183打到 等装填等装填 来第一发装填好了 217这边的话 你现在要上的样子哦 OK有183 183再埋伏哦 就看谁吃183这一炮了 888 888的话是谁开炮的 刷一下他的那个百兔 哎我天哪 他的183在瞄着我们 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哦 OK有 谁吃他这一炮的话 都会被带走 来这边的话 先刷他的那个百兔 百兔的话被带走 183 183走位了 OK183不在这边 183不在这边 我们喊进攻 7201的血量超级多 对7201的血量很多 先打他们的那个 超级四孕 对先打他们的那个超级四孕 这边的话 超级四孕的话是躲来这边哦 我们能给那个小伙伴两炮 能给他们的那个小伙伴两炮 他的他的这台很像没有要过来 没有要过来的话 打他们的那个217 OK刷刷他的217 然后他的那个 然后他的那个 来喊进攻 第二场的话应该应该是能赢 OK开一下冷气 上面那个手机开始烫了 剩下一台超级四孕 四孕跟一台那个谢李登 四孕应该是跑了 对四孕这边的话应该是跑了 我们来抓 哎他没跑耶 他还在 来他被那个150元带走 开场的话我跟217被抓过路费哦 还能赢哦 OK哦 这个运气也是没谁 他们的谢李登那边的话要过来吗 我感觉他是要过来的 对他他应该他应该没什么位置可以跑了 哇我天啊 来来来来 抓看谁能抓到他 我是肯定不可能的 我们的激动这边的话跟老鼠半斤八两 哇他还把那个150元带走 OK漂亮蟋蟀 哈哈哈哈 来我们没买装备的蟋蟀把它带走 第二场的话拿下了哦 运气非常的好 谢李登哦 OK哦果然抓到我们过路费这边的话很厉害玩 2288加了一个19分哦 我们的小班这边的话150元 会玩哦可是他这边点亮不行 发现一个低能补助600 达了2000多的伤害来 第一哇我天啊 4444分 接着往我们的第三场 第三场的话是一个浮世的 中心型的话来偏多的 对面的话 一二三四台 OK这个太多了 我打开一个那个 那个消耗品加成器哦 提高一下我们的战力哦 大牛这边的话 撞点非常的慢 以中心型多的局 通常一波流节奏会非常的快 有没有机会哦 要看对面 要看对面给不给面子的 这边的话来 去煮坦克的话 一样是两台 蟋蟀 每家工会的蟋蟀跟大福 我们这边的话也有大福 T7E跟S7 他们对面的重心的话是T7E 只有一台 对他们的那个中心型比我们多 稳着打我们和坚守岗位 稳着打我们和坚守岗位 STB这边的话再压 小班这边的话 T7E说进攻哦 然后RSA 我们想要走下面的位置 OK 我就这样等 我就这样等我们的那个装填 OK 我的装填真的是很慢 来这边的话先刷你一炮 刷你一炮 OK他们的小班这边的话要冲 T7E这边的话也要冲哦 OK STB打谁 STB打大福 他打大福 我们这边的话打他 OK 他开炮他刚刚开炮了 然后小班那边的话来 先刷 哎哟 开炮 然后蟋蟋这边的话来 蟋蟋这一炮的话不能开 蟋蟋这一炮不能开 然后小班那边的话 他们他们往下冲了 他们往下冲了 我们的 哎呀我天哪五台五台往下冲 来这边的话先刷 先刷掉他们的那个62A 哎不行不行 来不行不行不行 这边的话我还是要等装填 不能刷不能刷 五台在下面 上面的话先把它打掉 我顺便 我顺便留一下那个炮弹 对这边的话来顺便留一下炮弹 对这边的话来顺便留一下炮弹 那个小班那 他这一台来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查底轮 然后他的大福 大福这边的话要过来 来刷他的大福 消耗他的那个消耗品 我们在喊进攻 OK他这边的话来 他打我有点吃力 STB上面开了一炮没穿 OK等 等我们的那个装填 OK装填好了 这边的话来 OK打他的那个 来这边的话 两炮两炮都开掉不用等了 来这边的话再开多一炮 我们喊进攻 OK漂亮 维克斯收割 还有那个蟋蟋 蟋蟋 蟋蟋跟STB 哇这个这个STB还蛮厉害的 他前后前后左右的跑 他最后被带走 他很有可能会被加分 来第三场的话拿下了 运气非常的好 还要有稳住 我们小伙伴没乱来 反正是他们的比较急 为了一台 IS7 5台往下冲 我们的第三场来拿下了 3546 加了一个25分 第三场来运气非常的好 小伙伴这边的话来 刚刚的维克斯 IS7 IS7往下冲 来上面说的没错 他们的STB这边的话存活到最后 然后伤害有 伤害是打不多 不过他们这边的话他是加分 果然跟我猜的一样 发现两个敌人补助400 打了3500 来第三场的话拿下了 接着玩我们的第四场 来我们的第四场的话是冬季 马尼诺夫卡 小九级大十级房 中庆型的话 中规中矩这边的话要帮吗 ABC点 我们这边让小伙伴打一个A点 打一个A点 然后跟那个重型坦克说一下 哎呦我天呐 来TVP这边的话很胆小 TVP不敢点亮 完了完了完蛋了 来这台这台这台TVP A点在占领了 我天呐TVP不敢点亮 这个的话很糟糕 183 OK发现了发现了他们这边的坦克 然后上面要下去吗 我下去的话肯定被爆脚子 来我们试看看好了 这边的话死马当活马仪 我要去救我们的那个50T 对不要理他们的那个183 183要打我183要打我183要打我 183要打我 来我们这边的话走位一下 OK硬吃他的那个62A 我现在能想到的只有这个战术 我来这边的话硬吃他们的62A 他的那个T100这边的话要打我 OK行 这样的话来 来漂亮 OK行行行 哎呦我天呐啊 T100T100这边的话T100T100要抓我 然后他们的那个大幅完蛋 来这边的话 我只能硬打他们的大幅了 对 来来来帮我帮我卡着他帮我卡着他 我喊资源我喊资源 哇这台这台T100想要硬抓我 大哥来对不起 大哥对不起 哈哈哈哈 哎算大很 不过这边的话来换的很好 至少换到他三台了 我们来喊喊那个SOS 来这边的话 赶快去救 赶快去救我们的那个其他小伙伴 去帮忙都行 K91这边的话加油 OK K91 哎呦我天呐他对上的是一台那个175 没金币弹 OK没没没没带金币弹 嘛 现在的话还是有小优势 来这台TVP抛弃我们的TVP 哦 被183盯着了然后撞天好了不能开炮 OK来硬吃一炮吗 硬吃一炮勇敢一点大哥 OK他不敢 他还是想要保血 不过也不能怪他啦 因为重型坦克 你要他们抗压力去 去就是点亮哦 有些有些玩家是不敢的 来我们这边的话希望他能 帮小伙伴进行一个翻盘 目前看起来的话是很不错 进装天了来也会装弹 然后会走位 靠他了来我们的第四场 他们这边的话帮了一个中金型 然后被TVP抛弃 不过好在我们的那个小伙伴 刚刚我们的那个水 我们的50T是有来帮忙的 所以这边的话来等一下我们给他一个帐 玩得非常的好 OK收割时间 我们的TVP带着 OK他没满血 最后还是有在帮忙吃一炮 哇我们的50T也存活耶 还好三个刚刚有果断 帮他们打那个62A 这边的话来加了一个 14分1367 我们的TVP这边的话 1万多场 OK打得非常的保守 来50T这边的话打了一个MVP 非常的厉害 打了4000多 发现0补助240 打了1300 OK这样的话第四场的话拿下 接着玩我们的第五场 哇这样还能四连胜耶 哇天啊 诶四场全都是运气 我们第五场来看一下 中青型那边的话是不是真的需要帮 如果没需要帮的话 我们偶尔可以玩一下 试子跳硬的吃 打他们的那个重型坦克 一台两台三台四台 来这边的话第五场是四台重型 OK我们看一下重型坦克要怎么打 这不是占领战 如果重型坦克要打一个正面的话 我们就稍微的赔一下好了 不是说硬要打中青星 你看哦 他们自己重型坦克扛线的位 他们都没意思要打那个 中青星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也没得选 我们一样赔他们好了 OK他们那边的话基本上也是一样 欧洲线欧洲线来 S7啊呀漂亮来 S7有注意到欧洲线 OK先去刷欧洲线 我们这边的话很进攻 很进攻很进攻 来这台欧洲线的话可以先打 他冲太快了 我们这边的话来可以先打他 对先打他来先给他来三炮 来对对对来这边的话先给他 OK他往里面躲 他往里面躲 然后体摆这边的话给我来了一炮 我们躲在下面 躲在下面来他要打我 对他要打我 我们这边的话等装填 哎呦 S7过来了 来漂亮这边的话来吃炮吃炮 来去吃炮 OK你吃你吃来你吃 我负责刷伤害 对我负责刷伤害 这边的话来他没救了 对先把他带走 E5在那边 然后5A在上面 我们我负责了 小伙伤害 都全部都躲在下面了 这个很搞笑 不过他们要这样打我们也没办法 OK E5 E5这边的话回去了 我们要转身了 OK D D型上的话我们是没有力的 T100这边的话再绕 TR2015的话被带走 OK现在就剩下机动的时间了 小伙伴那边的话已经 哎呀漂亮了 T100这边的话被带走 欧洲线欧洲线 5A这边的话也是不能前进 来刷 刷他们这一台 欧洲线这边的话他们两炮能带走 要拼吗 来我们这边的话把这两炮用掉 对 DPM我们不要了 我们只要赢 这边的话来DPM不要 喊进攻 哇那Summer伤子有点痛 来第五场的话拿下来 运气非常的好 50T这边的话应该是硬要下来 如果他会玩的话 他绝对会要下来 为什么 因为Summer已经进场装点了 看也看得出来 不然我不会躲他躲成这样 很显然他这边的话并没有发现 所以这样的话来 再贡献多一炮给我吧 撞你撞你来撞你 哎呦天啊来撞了一个36滴血 好过没有 下班这边的话来他还想要打我 转身转身 转身转身 不会吧我还能开一炮 没有来开不到 第五场的话拿下的运气非常的好 重型坦克不要抓中心群 我们这边的话配合他 还是可以哦 不过需要点运气 第五场的话打了3349 OK这个的话漂亮 我们来看一下重型坦克 新玩家 OK所以他这边的话 大局关没那么的高 R7这边的话一样新玩家 OK T7 7201这边的话不是新玩家 不过看起来还好 然后OK我们的T7是最好的 不过他这边的话来 三台重型坦克 所以他不帮忙的话是合理的 来第五场的话拿下了 发现零补助力打了3300 我们的大牛OK 现在的话是一个 五连胜第一场的话加了2800 然后2200 3500 1300 然后古希腊3300 来五连胜这边的话都加分了 进我们的Ending场 看今天能不能不要输 很贪心 输一场的话也没关系 不过评价战基本上又输又赢 今天运气满分 前面五场战斗的话都有加分 看我们的Ending场 能不能再大获全胜 Ending场的话是黑色套军阵 大十击法 跟上一场一样来中间行两台 我们这边的话是一台完全一模一样 小伙伴那边的话OK 我觉得打A一点啊 我是觉得打A一点啊 我问一下 我问一下 我问一下那个重型 我们的62A看起来有一点犹豫 OK哦 没错这边的话 他只有一台 如果重型跟驱逐都不支援他的话 他真的去A点的话就是被集火 不是说他敢不敢去的问题 来重型这边的话很显然是想要过来的 OK好 肯帮忙哦 他们还是会挑着地图打 像这种哦 来这边的话 不管是什么坦克都比较OK的情况下 他们还是会来哦 来T22这边的话过来了 我吃了那个T100鱼炮 对我这边的话来 我被他刷了一个那个椰光蛋 OK他的小班这边的话 哎呦我天呐不能上 215这边的话再盯着我 113那边的话上了 蟋蟀 他们的蟋蟀的话是没有买那个什么 对蟋蟀的话是没有买那个装备的 能打吗 看一下能打他这台蟋蟀吗 他蟋蟀很像是没有要探头 哈哈哈哈 哎聪明 上面开炮你往后躲 OK等等我们的小伙伴 这场的话不用急 那台T100OK哦 那台T100一直在抓那个 抓我的那个 我这边的话要小心 OK他还想要抓我 对他还想要抓我 他的T100这边的话会想要抓我 OK 往后退往后退 R7他们的R7这边的话上来了 来刷他一炮 OK感觉被打的是沙漠 他们这边的话还是很安全 T100这边的话走位了 OKT22 T22这边的话可以先抓 可是他们的那个215来这边的话215 随便利 CINE在这边 OK漂亮来 他们的T22被带走 我们的小伙伴这边的话完蛋了 来 ending场果然要输了 215麥炮塔 我一炮都还没开出来 不要这样 他们的小伙伴这边的话 蟋蟀 蟋蟀 我被他们搞懵了 来这边的话 他们一炮都还没开出来 他们的那个T100这边的话 要过来 我喊支援嘛 215那边的话已经过来了 来这个的话没有的救 哎哟我天扣大分了 113转场 哇这个小混蛋 他刚刚转场 来我们的重型坦克虽然有过来 可是被他们的那个T100牵的鼻子走 不过Summer还是NVP 他们很像一炮都没打穿 哈哈哈哈哈哈 来我们的Ending场的话输了一场 输得漂亮 来刷了一个03扣了27分 我们的113这边OK很滑头加了一个分数 他们的T100这边的话打了一个NVP OK哦 被这台T100耍的团团赚 然后我们Liver A的话是完全都发挥不起来的 发现一个敌人补助灵 打了0的伤害 27分我看一下 总的来说分数的话还是 还是加很多 还是加很多 来今天的话大牛总共是5胜以败 希望小班看得开心 也祝大家游戏以败 这边的话记得帮上面点赞 大家点赞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 这边感谢大家 下一期呢 一样还有其他坦克的影片 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咯 下一期见大家拜拜